音乐 音乐 大家好 親愛的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我女兒 歡迎收看台南鄉情侠 台南鄉情侠這個節目是有台南市政府製作 最主要目的是 是要讓鄉親朋友 大家對著台南市政府國局家的業務 做一個了解 當時也要向鄉親朋友 來報告台南市政府最新的組織和換黨 今天要說的主題是 是我們之前說的武漢肺炎新冠型病毒 那麼市政府有一個要照顧到我們各層面 不管是大年輕人或年輕人的 也就是我們各行各業 我們都非常關心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我們學員在學校裡面 剛才有這個武漢肺炎的這個防治 那麼直播一開始 我們先來看一個音樂 聽看市長要跟我們說什麼 還有市長喔 還有市長喔 今天是開學第一天 特別到學校來看一下 學校新的防疫措施 有沒有落實 以及這個學生們到校的狀況 那可以看到第一關 我們就先讓這個家長 以及陪送的人 能夠到校門口 就謝謝他們 然後讓小朋友自己進來學校 那第一關就用這個酒精來 這個先讓他們的手部維持乾淨 然後第二關再去量測額溫 那如果發現有這個額溫偏高 或是說有這個症狀 就先到旁邊的這個篩檢區 然後這個再做詳細的這個檢查 一二三 一二三 一 淡市公益上早提出 補助度好 西間和我算是體驗人式機械 在到九個部補助750萬金費支持 並條件做法 六百人以上的學校都有 總共有九十二斤學校 在到機械 市長防衛者到中學國小 跟小朋友做會通過 按摩算提供人士 困難這項設備 是學生快速整理學校的最好離棄 還是協助學校 公益的重要助手 那因為台南市總共加起來 大概有六十所 六十多所一千人以上的學校 但是我們尊傑開支 把這個錢打散到這個 其他的這個學校 所以說每個學校的補助的費用 可能會降一點 但是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學校 總之這個有限的資源做更大的利用 是市府的一個原則 所以呢我們將會妥善 運用這七百六十萬的 這個教育部補助的中央的經費 那能夠讓更多的學校 能夠得到幫助 這點我們是很謝謝中央 運用這個防疫經費來做助力 那麼我們知道 這武漢肺炎新冠型病毒 開始的時候 剛好外出到我們的小朋友 放寒假放春假的這個時間 所以讓我們一時間 就緊張說 小朋友到那個學校裡面 會去團念到 但是畢竟 這個春假 或是說 寒假還是會結束 那麼孩子到那個學校裡面 當然 我們的家鄉 爸爸媽媽 大家都會擔心 說孩子到那個地方 哇 大家這樣算作為 是不是會比較容易 來團念 這個武漢肺炎 那麼當然 我們市政府在這部分 就是進行 我們還要說超前部署 就是 已經做一些因應的措施 當然有一些 我們的家長 可能不太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 邀請到 這個 教育局 我們的局長 鄭新輝鄭局長 要來跟我們的鄉親朋友 來做一個介紹 讓我們的鄉親朋友 更方便 那麼我們節目一開始 先邀請局長 跟我們的鄉親朋友 來拍一下 局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是 我們說到校園的超前部署 我們市政府這方面 當然很積極 但是因為我們爸爸媽媽 可能他沒有去學校 當然是有跟孩子送去學校 但是對著學校圈 裡面 到底他做到什麼 這種程度 我們可能不太了解 是不是請局長 跟我們的鄉親朋友 來做一個介紹 是 主持人說 市長 他的防疫指導原則 可以超前部署 要料敵從關 抑敵從嚴 所以我們教育局 和學校 以及我們鄉親團體 都 他這個完全的 做準備 去台南市的準備 今天是超前部署 我當然在過年的期間 在中央指揮中心生理後 我們就想說 喔 這樣 再過後 可能我們台南市 才有要準備 所以我們在過年的期間 說實在一個 開始就是物資的準備 因為 你知道說 要來量測 體溫 耳溫槍 耳溫槍 這都要先準備起來 口罩這也要先準備起來 所以我們在過年的期間 差不多 當然 真的沒有過年 就開始 就在盤點 我們的需要量是多少 所以這個物資的準備 其實 在過年的時間就開始著手 再來 一開始 過年之後 第一天上班 一過三十 我們就 教育 教育 教育的代表 又告訴團體 來開一個 應變小組的第一次會議 就是針對上班未來 所以 在寒假當中 要準備一些工作 做一個探討 所以 這個問題是很重要 那 物資的準備 包括剛才說的 是那個 蚵蚊槍 口罩 酒精 跟那個 漂白水 這都是未來要用到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 超前部署的下單採購 所以未來 後端的時候 有的館市 開始要買的時候 買不到蚵蚊槍 買不到口罩 買不到酒精 跟那個 漂白水 基本上我們大概 都已經為學校 做了一些準備 所以學校 今年來講 他們的防疫工作 相對就比較 要減輕負擔 沒有讓人要扣扣 另外我們就有成立 那個資訊小組 我們在資訊中心那邊 也成立一個網站 有一個專屬 武漢肺炎的專區 裡面有最新的消息 有一個虛肢 各有防疫的小技巧 那些等等 譬如說那些的準備 其實我們都蠻到位的 雖然說 我們台灣在17年前有這個SARS 那時候我們像說 有一個演練過 畢竟已經經過了17年了 而且 我們現在的教育局面 是小朋友 他們這麼小 而且他們的抵抗力也比較差 而且來到學校裡面 家人那麼多人 這樣聚集在一起 我實在是 我們會擔心 當然 家長會擔心 我們市政府 應該會更謹慎 就是說 我們在這部分 比家長想的更多 是 那麼在這部分 我們教育局家 怎麼去預防他們日常的生活 日常的生活 其實我們在看孩子 就是 來到學校 要怎麼維持一個 安全的環境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的指導原則 到現在都不一樣 兩個原則 第一 確保 進入學校裡面的老師也好 學生也好 一定要做好健康自治管理 嗯哼 大家的孩子 還是老師 都健康 其實校內活動 其實是可以 一切正常 嗯哼 第一個部分 就是說 阻絕傳染風險 在校園之外 嗯哼 那就是說 把我們不能夠掌握了 不特定的這些對象 嗯哼 我們一定要做好 門禁管制 嗯哼 讓有可能的風險呢 就阻絕在校門之外 是 所以包括家長我怎麼想說 抱歉喔 過去你們都要在外面 學校裡面 趴趴走 今天要外面 我們要量測體溫 好 你如果外面 我們有一個 教室 就是接待區 啊你 看你要找你的孩子 我們要幫你找來 嗯哼 讓你這裡 可以 學孩子做一些互動 是 啊其他時間 學校裡面 嗯哼 零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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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是不能去 這種門禁的管控 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嗯哼 當然你日常的生活 我們其實要有 系列的做法 包括 要怎麼確保大家都健康 對 所以 配合中庸 他的規範就是說 每一個師生 他的旅遊史 他有沒有到國外去 他的接觸的對象 有沒有傳染風險 這個我們會做一個 全面進行的調查 嗯哼 那物資的整備的部分 我們就給學校 老師學生 甚至護理師 一些緊急備用的一些物資 嗯哼 他們需要的 酒精 漂白水每天都要清潔 嗯哼 這個東西我們都把它準備好 嗯哼 另外的話其實還包括 有一些 環境定期都要去做 清查 嗯哼 整理然後門禁管制 還有最重要是衛教宣導 嗯哼 對 小孩 要每天其實要跑跑 跳跳 要會自我保護 所以市長常常講齁 要勤洗手 比戴口罩重要 對 其實機械心啦 尊重是健康的 基本上應該風險是很低 但是小孩子就是 冬摸摸 吸摸摸 其實 吃東西前一定要洗手 嗯哼 那另外可能入廁之後 都要洗手 這一些 虛之我們一定要告訴孩子 所以我們實際上還有製作了 防疫小學堂 小孩子很喜歡看 嗯哼 非常淺顯 口罩篇 洗手篇 健康自主管理篇 這一些呢 基本上對孩子的衛教 是都很有效果 另外有的人 還把我們這個小學堂 拿去給大人看 大人也適用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衛教的宣導非常重要 那另外就是 要落實就是 孩子如果生病 不要來上課 你要在家休息 然後健康了才來學校 老師也是一樣 那這個部分呢 如果都能夠落實 我們就比較能夠確保 我們校內老師的 還有學生的一個健康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拜託家長說 教長你可能每天孩子出門的時候 幫他量個體溫 然後問一下看他身體有沒有不舒服 如果有不舒服 那就不要勉強來上課 就先在家休息 恢復啦 再來 以前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都想說 我們如果黑板像那個卡通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 每一個讀書都會很快樂 因為像在看卡通影片 也在看電視 那我們今天呢 為了這個防疫 當然做一些影片 我想有些教長沒看到 讓他看過 讓我們就是很淺顯 讓我們就是很淺顯 然後呢 他在吸收這個知識的時候 他會覺得 是一種很輕鬆 他不是一種很嚴肅 然後讓小朋友 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看影片來學習 我在想他們這個效果會是更好 對 那麼我知道就是說 現在目前我們台南市的血統 來得到的人 譬如說 譬如說是確診的人 還是說有被隔離的 有這個名額嗎 我們現在來講 其實台南市 相較於全台灣其他縣市 相對是比較安全 是 那雖然有一些確診的案例 但是事實上 當然都是境外的 比較多 本土的 我知道好像也非常的少 而且那個應該早期 一開始的時候 但是這些感染源 都是能夠掌握 所以事實上呢 相對是沒有所謂社區傳染 不特定對象傳染這個問題 那我們學校的私生來講 那更不用講 現在是沒有 都沒有 因為一旦有一個孩子確診 所以我們就很安心 我們就要停班 然後就是要停校 所以目前來講 學生感染是沒有 因為到目前為止 跟他全會的台北 北部有學童 北部有一手高中 他有發生 對 那另外我們的孩子有受居家檢疫 那可能有一些是 有從那個大陸那邊回來 那當然這一些孩子 居家隔離 對他要居家檢疫 必須要被隔離在家 那這個部分我們 水族都有掌握 那為了讓這些孩子呢 也能夠在家 然後不停學 所以我們這個孩子在家呢 我們也有請老師呢 一方面關懷他的身心 要輔導 另外一方面都他學習 我們有在家自主學習網 裡面有很多資源 很多資源可以給他 他就上網去 對 那現在更進步了 我們如果他在家裡面呢 老師指導 那他不能來學校 他在教室裡面 老師喔 很用心喔 他在教室裡面架一個錄影機 他可以同步上課 所以他可以看了架一台電腦 然後就同步呢 就跟班上的同學一起上課 然後老師呢 他電腦放在他的第一排 所以老師呢 也可以看得到他的臉 有沒有用心 有沒有亂跑 有沒有專心聽 所以事實上 讓孩子也可以在家 跟著其他同學同步學習 這個目前來講 我們也是做得非常的大位 那麼公的超前部屬 當然我們要去想 我們不願意啦 當然我們不要說 裡面有人確診 如果有儀式的話 我們教育局這裡 或是學校他整個因應 基本上我們對於儀式 或是確診 那現在沒有啦 但是我們已經 有規劃一個 一個作業的規範 比如說 有關那個防 緊急那個應變的一些作為 那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要跟衛生局合作 一旦有儀式 比如說 他們其實不叫儀式啦 程局長跟我講 那叫通報 那一旦有通報之後 其實我們學校就會知道 那我們就會去配合衛生局 然後去做必要的 我們叫做檢疫 就是說哪一些人 可能跟他有接觸 先做一些前置工作跟準備 可是不代表他是確診 那一旦確診之後 我們當然就要 就要了解他的接觸的範圍 那哪一些學生 是可能需要居家隔離 那就會找出這些對象 那一旦人數多 可能班級就要停課 可能停一班 甚至有可能就要全校來停課 但這個部分的停課 就是我們會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他們的決定 來做決定 但是我們學校相關的作業 就不是這麼簡單 是 要應變小組 接下來我們要排他的 如果是停課之後的 在家的自學 那些課程的規劃 另外環境可能要消毒 有可能停一班 那家長不放心 那家長不放心 一張我告訴他 沒有錯 一張停一班 家長可能不敢給孩子 再來上課了 所以他請假搞不好更多 所以我們一定會 疫調完 確定哪一些學生是有風險 哪一些其實都沒有 那當然 整個消毒之後 家長把孩子帶來 他會比較安心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做環境的一個清潔 另外就是輔導關懷 這個部分 都有一封信給家人用 這個我們SOP 都已經做得很到位 所以一旦真的還能有這樣事件發生 我們大概會整個啟動 我們的標準作業的一個流程 對 剛才局長有說到 停課不停學 那麼在這個當中 我知道說 現在是怎樣 政府 我們不敢大家做會 一起來防疫 這次的這個防疫 可以說在國際上 我們台灣算是一個模範生 這不只是說 政府的作為 我們民眾的這個配合 更是重要 那麼我知道 我們市政府家 我們交流交 有配合說 我們一些民間的出版商 就是說 要讓我們的學生 在這個當中 所謂停課不停學 在這個部分 可以連貫 那麼我知道 我們這部分 交流交有些作法 是不是 也幫我們鄉親民做一個報告 我想這個部分 台南市民是超前部署 這個停課不停學 大概兩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那個 寒假 就是延後開學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從那個 2月11號 進行大陸都規劃完成 我們教育局的首頁 到一個那個 線上 寒假線上自主學習網 那裡 孩子放寒假之後 他就可以上去用 電力量很高 然後 後來接著 我們大概就是因應 有可能會停班 甚至全校都停課 停課 那這種 學生在家的自主學習 我們更完整的建構了 有三個模式 第一個就是 用教科書書上 因為 孩子你們都選 我是藍衣 漢林 康軒的版本 所以如果停兩禮拜 他們回去 之前老師就會給他指派 你可以看 那個 你是哪一個版本 然後第幾個單元 那個教科書書上 也蠻幫忙的 所以我們叫公私協力的 第一個模式 就是他們提供 免費的 線上 學習的資源 然後我們就架在 我們的 那個 線上自主學習網 這是第一種模式 所以我們不會中斷 對 所以孩子他回去 讓老師給他指派 他的課程 他的進度 要看哪幾個單元 他點了 他裡面有一些 學習的資源就可以看 第二種就是 直播教學 直播教學 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們有輔導團 他們有分工 國英式設置 他們依照這兩個禮拜 有哪一些課程的內容 要教的 老師先錄製起來 那也可以直播 就是線上直播上課 一起開課 學生都在線上看 那另外就是 老師自己開課 所以老師線上 微軟的Teams 或者Google Meet 這個是通訊軟體 可以揪學生 然後一起同步 那老師一樣 照常上課 這是第二種的一個模式 那第三種呢就是 這個輔導團呢 他們根據 比如說這學期 從低年級 一直到國中 那這一個版本的教科書 應該要學會的 我們叫做核心概念 那把核心概念架構起來 成為一個知識地圖 然後每一個 每一個核心概念呢 現在其實有 非常多的微教學影片 那我們把它串連起來 那一個影片大概 五到十分鐘 那老師就可以回家 之前給他指派 你要看大概十片 教學影片 那這個數學 你也要看五片 那你這個部分呢 他回家就會照常的 在這邊看 每一片看完十分鐘 後面還有測驗體 所以那個部分其實包括我們 音財網 或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像軍醫的平台 其實相當多 那這個部分我們 輔導團的專家教師 他們會去規劃 那這個就是第三種模式 所以基本上這個 整體的停課不停學 我們現在就是 還沒有發生 但是現在我們發生的 叫做學生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學生防疫架 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南算是 第一個宣布 就是大家共同生活的家人 有人是居家隔離 居家簡易的話 那學校給他那個防疫架 他可以在家 不過在家呢 他可以用 非同步的 剛剛講的一些 自主學習的資源 另外一部分叫同步 就剛剛也有談到 就是說 你可以同步 老師上課 然後小孩在床 同步跟班上同學一起上課 這種方式 其實已經開始在做 所以我們都 事先已經設想到 很多很多的層面 有可能發生的那個狀況 然後到時候真的 真的 真的不是我們願意 但真的如果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有辦法去應付 對 這麼多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其實叫做 有學習的資源 可是我們另外一個 也要考慮到說 那硬體設備 因為我們要考慮到 你在家學一定要有 可以上網的平板 電腦 另外還有無線的網路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也已經完成了 盤點 盤點 比如說家裡 沒有電腦 沒有網路 大概我們把它盤點起來 然後我們去看 有多少學生 現在大概一萬 兩千多個孩子 他是沒有 那個應理設備 但大概有將近七千 是沒有網路 所以他們可能會有一些 對 那現在我們就盤 我們大概總共有 一萬一千多台 所以絕對是夠用 那無線網路 我們有中華電信 也有教育部 它能免費的 那我想這個部分 到時候如果需要 我們都可以來借用 讓孩子在家自選 那麼說到這個地方 我們小小小的 我們來看 我們教育教 用心製作的一個影片 那麼我們 除了說小朋友看 很好看 我們家庭來看 也是一樣 吸收一些防疫的知識 來 大家好 我是防疫主播黃曉哲 面對即將到來的開學 台南市從市府到各級學校 已經完成各項防疫物資的整備 也規劃了完善的防疫措施了 而本級的防疫小學堂 特替整理了學生健康管理的要項 以及校園防疫規範的說明 希望各位小朋友和家長們 共同來配合 降低疫情在校園傳播的風險 同時維護一個健康安全的學習環境喔 學生健康管理 首先要養成自我良好的衛生習慣 例如打噴嚏、咳嗽時 要用面紙、手帕或衣袖遮住口鼻 若手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 儘快用肥皂及清水清洗乾淨 充足的睡眠、規律的運動、均衡飲食 建立良好生活習慣也很重要 每天上學可以提早出門 配合學校測量體溫 如果身體不舒服或進出醫療院所時 記得要佩戴口罩、勤洗手 不接觸口、眼、鼻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發燒或生病時也要主動告訴父母 和學校老師應該在家休息並自我健康管理 學校放學後或活動結束後 要趕快回家 避免在外面逗留喔 家長貼 請家長們若有高風險疫區旅遊史 請主動告知學校 並注意孩子的身體狀況 讓學校掌握資訊並提供協助 每日上學前 在家為孩子測量體溫並記錄 並幫孩子們準備手帕、衛生紙 讓孩子在咳嗽、打噴嚏時可以遮住口鼻 配合學校入校測量體溫 及接送孩子的交通動線 非必要盡量避免到校 若需要到校也配合入校的檢疫過程 如需進入校園者 也請先至訪客會談區 接受引導及登記 請勿直接進入辦公室或教學區 多安排戶外親子活動 養足健康體力 如有居家隔離、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時 能配合學校實施學生自主學習 校園防疫是傳染病防治相當重要的一環 因此必須靠全民團結合作 才能有效阻絕疫情在校園的發生 為了打造安心自在的學習環境 台南市防疫小學堂 敬邀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與學校共同攜手走過校園防疫期 從建立良好的防疫觀念做起 確保自身及親友的健康 我是防疫主播黃曉哲 防疫小學堂感謝您的收看 好 剛才我們看到後 我在想不經是小朋友 他能夠吸收一些防疫的嘗試 我們的家庭學生也可以 在這個當中學到很多東西 畢竟武漢肺炎 我們也是第一次遇到 好 那麼這個中間 我們教育有一個要照顧我們的血統 讓我們的血統 在我們的學院裡面 有的環境是最健康的 我們做了很多的實施 做了很多的動作 還有剛才說的一些超前部署 那麼超前部署 以我好像還有一些創新的 一些行為 那麼是不是請我們教長 跟我們鄉親朋友做一個介紹好嗎 好 我想 因為市長很關心我們的防疫 一定要扎根落實 我們也知道說 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寶貝 所以在學校裡面的防疫 要做到位 這很重要 除了剛才說的 提前物資的準備 另外就是防疫需支 衛教的宣導 以外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創舉 包括停課不行學 在哪有哪領先 另外 補教 今年我們也首先推出 其實跟補習班 因為開學 新生報 應該說新生報到日的時候 一堆人在大學 然後補習班就要來發傳單 那這個部分我們今年真的是創舉 那拜託他們不要再去發 因為發傳單就是人人之間近距離接觸 那基本上也違反現在所謂防疫 我們要不特定要1.5公尺 所以我們事實上是想在前面 不過也謝謝他們的幫忙 但是我們同步呢 不影響他們的宣傳 所以我們在教育局 首度真的是破例 為補習班開一個 他們安全宣傳的專區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創舉 所以現在家長呢 你們要看 我要小孩子補習 其實你進到我們教育局的首頁 就可以查詢了 各個不同補習班 我想對各位來得很方便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補助各個學校配合教育部 補助他們什麼 因為下雨快來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給他紅外線的這個體溫偵測儀 600人以上 我們也可以給他補助 讓孩子呢很順利進去校園 這個部分基本上也是創舉 另外我們的防疫小學堂 另外有一些影片的製作 那這些包括補教 包括幼教 我們都做出來 所以各位這個鄉親喔 如果你有興趣 進到我們教育局的這個專區 你就可以呢看得到 最重要的是衛教宣導 家長重視 然後也能夠跟著孩子一起來 小孩子也知道自我的健康保護 我相信我們整個校園的防疫 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我們孩子就能夠健康確保 今天感謝我們局長來到這個組長 把我們的鄉親朋友來補救 我們校園的這個防疫 因為畢竟小朋友在校園裡面 接受這麼多人 我會想到幾個減減 家長會擔心 但是我們今天 局長要介紹後 我相信我們的一些作為 讓我們的鄉親朋友 可以放心 把我們的孩子送去校園裡面 那麼 平平安的去 平平安健健康的回來 今天感謝我們局長 謝謝阿瑪 感謝我們鄉親朋友你的收看 謝謝 真感謝啦 不過過程當中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就是說 因為這個樣子讓家長 或是我們社區 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夠共體時間 互相體諒 我相信 以孩子的健康為首要的目的 我想大家都可以接受 謝謝局長 謝謝我們鄉親朋友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謝謝 拜拜 謝謝